由王欧和刘凯威主演的电视剧《周末父母》正在上海热拍 那戏中王欧将颠覆以往深入人心的第一女反的形象 饰演一位自强自力的贤妻两母 尽管是一生的演技 但王欧还是指呼说很有难度 大家好 我是赵嘉宁 哦不 我是王欧 我现在在电视剧《周末父母》的拍摄现场 这个就是男主角和女主角的家 或许是习惯了硬朗大反派的人物刻画 为了防止跳戏 王欧时刻都让自己沉浸在电视剧《周末父母》 赵嘉宁的世界当中 我就是跟别人研究你爱我我爱你都很少 基本上都我爱别人 别人不爱我 要不就是想杀别人了 全都是这种 要不就没爱人 都是很高冷的一面 这次王欧不再是狼牙榜当中心有诚服的秦班若 若是殿下赶在太子之前得到梅长苏伟手下 那么殿下可愿毫无猜疑 也不再是伪装者当中心狠手辣的王曼春 当你浑身上下体雾顽服死得像条狗的时候 有谁会记得你 而是一位软萌可爱的好妻子好妈妈 为了我的儿子 我要做一个爱她 照顾她 保护她 负责任的好妈妈 对 所以就是一开始这种小软萌小娇妻的那个范儿 好难拿捏 好紧张 尽管拥有一身好演技 但在刚刚进组拍摄期间 天生双浪的王欧还是常常会因为找不到感觉被导演喊她 就是你要撒娇 然后你要很多事情要学会服软 导演经常会提醒我说 这个地方再软一点 常常被提醒最多的就是再软一点 为了更好的演绎 贤贴良母 赵佳妮这个角色 王欧也是用足了心思 常常和剧中的爸爸妈妈交流学习 也常常和大家一起在日常生活当中揣摩体验 很亲切很亲切 其实我们全组人看电影 准备得非常齐全 我还没见过这种场景 一个很大的那个桶装的那个爆米花 每个人一桶那样子 慢慢地王欧就和她这个加尼 慢慢慢慢地就很 我们就觉得她跟戏里边的角色是一样 如的新天地上海采访不到